我刚刚学佛的时候 生活非常艰苦 命里都没有财库 人家命里有财库 我的财库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换一句话说 别人做什么事业都能赚钱 我干什么都赚不了钱 那命名没有 辛勤工作赚一点钱 仅仅能维持生活 老师是大善之士 我跟张家大师 我26岁 他老人家65岁 祖父辈的 他看得很清楚 他教我 跟我讲 财从哪里来的 财从布施来的 他教给我 佛事门中 有求必 教我这个道理 真有感情 没有感情 没有感情 那你是理论上不如法 方法上有问题 如理如法 感应倒就快得很了 所以教给我们求财的方法 财布施 人家 人家 命里的为什么有那么多财富 过去身中 修财布施 修得多 他命里有 这个道理要懂 那我们命里没有 没有 不要紧 还年轻 现在修还来得及 我跟老师说 我没有钱 一个月的工资很少 紧紧 勉勉强强 够生活 老师问我 一毛有没有 一毛可以 一块有没有 一块还可以 还勉强 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布施 你心里头要真有布施的念头 有这个心 那我就学 因为那个时候逛寺庙了 到寺庙就抄金 看到寺庙有印金的 人家拿个本子来 捐钱印金 出多少 都不拒 所以我们看到印金 也写个一块两块 他都收 有放生的 放生的捐个几毛钱 他也收 这个很好啊 就慢慢养成一个习惯 这财布施 这财富 有效 我已经布施了六十年了 日识越多 对我 我 我 你 感谢观看